這次很容易滿足到有35件件升到99LV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個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玩Gundam Breaker Mopal 由於今次更新就多了這個磁匯齒能 如果大家要提升這個級別的要求 就要把我們的零件覺醒到99LV 零件特性升到10LV才可以獲得一點點數 例如王牌專用機的突擊自由已經升到99LV 所以我們現有的點數獲得一點 如果要由F級升到S級 總共需要35件零件 由於升這個齒輪需要大量相同零件 就推薦大家按雙城 我們的設計圖 買一些一升零件 但一升零件究竟哪一件才適合大家使用呢 我們分了兩部份 一部份是射機有用的零件 一部份是近戰機有用的零件 射機主要介紹三個磁匯 第一個磁匯是指揮官機 第二個磁匯是王牌專用機 高火力 究竟哪幾件件有以下這三個磁匯呢 第一部要介紹的就是 吉武指揮官用型 而這件總共有8件件 8件都會有指揮官機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來獲得8件有指揮官的零件 第二件就是吉武特裝型 而獲得指揮官機的數量 都會有6件件 王牌專用機 只有新部和頭部有 總共有2件零件 所以個人都蠻推薦這兩部機 全部買了 將它升到99L 然後還有哪件件是適合射機用呢 就是強弓形跡根 而強弓形跡根 也有指揮官機 總共有7件件 都有指揮官機 再加遠距離戰 就有頭部和新部 頭部和新部就必換了 如果以一星件來計算 我們目前可以獲得指揮官機 就有21件零件 21件零件當中就有 強弓形跡根 吉武特裝型 吉武指揮官用型 總共有21件 而王牌專用機 只有2件 就是吉武特裝型的頭部和新部 然後到我們的高火力辭匯 高火力辭匯比較少 沙波多特弓形 分別就是新部和頭部 有2件件 然後高火力還有其他件 當中就有死亡軍團 死亡軍團會有手部、腳部、近戰武器 總共3件都會有高火力辭匯 還有高火力辭匯 還有剛剛推出的 機動哈佬 機動哈佬本身這4件都會有高火力 所以我們total有9件 可以獲得高火力辭匯 機動哈佬 死亡軍團 以及沙波多特裝型 然後介紹一下近戰機 而近戰機的選擇會比較多 首先就是老虎 老虎全部件都會有近身戰 近身戰會有這7件 還有強人 強人這7件都會有近身戰的辭匯 還有高火力 機動型弓兵 都有6件都會有近身戰 而模組 這3個模組都會有近身戰 而當中拳法模組是會有MF 爪、拳擊都會有近身戰 最終有3件 最後就是鼓尼哲 地上一般機 近戰武器也有近身戰 總共我們一星機裡面 有27件是附帶近身戰的辭匯 之後我們再集多一點活動機體 就很容易滿足到有35件件升到99LV 當然我們除了這些一星件之外 還有一些兩星件 兩星件就非常推薦我們的主角機 阿爾提蜜斯高達 因為阿爾提蜜斯高達是有主角機 再加高火力 而大家就可以透過這個友情點數 不停抽 不停抽 如果你要將他的技能升到10LV 都是非常容易的 它有主角機再加高火力 是非常吸引的辭匯 其中他的身部、手部、腳部 全部都有主角機的辭匯 唯獨是腳部和背部沒有高火力 那麼頭部、身部、手部都有高火力 有3件有高火力 另外有6件都會有主角機 還有就是阿爾提蜜斯高達 阿爾提蜜斯高達都會有主角機的辭匯 總共有5件 5件都有主角機 而高火力的辭匯就有手部和背部 總共有2件 如果要儲齊高火力和主角機的辭匯 都可以透過設計圖 或者友情點數都可以獲得 以下就是一些容易入手的機體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齊集到更多相同件 去提升這個辭匯 然後就到金幣了 金幣方面大家除了領取禮物箱之外 我們還可以賣多一點我們的道具 雖然有些觀眾已經賣光了 個人推薦可以賣之前一些過期的硬幣 因為過期的活動硬幣也沒用了 只可以放在這裡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賣之前的多人任務 一些裝置等等 硬幣 還有就是一些金幣券 都可以獲得到相當多的遊戲幣 而顏料方面 大家可以透過多人任務 不停刷 刷完這些顏料也可以拿出去賣 還有一些廢料等等 希望這次的影片就著這個辭匯系統 可以幫助大家了解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齊集到更多的零件 以及哪些零件容易入手金幣的入手途徑 而大家覺得這影片有幫助的 歡迎按按鈴鐺給個讚 讓你們身邊的朋友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